大家好,我是小A,欢迎大家再次收看小A的战地视频 那么我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个简单的战地4视频解剖 今天是3月27日,今天官方就是DICE,他们公开放了一段17分钟的战地4单人游戏画面 那么里面我可以找出很多关于战地4的一些信息 那么我现在就开始从头到底给这个视频做一下解剖,请大家收看 特别说,车门 esa直播,车门起来就好了,车门起来 稍等车门, скont了 车门有了一件最好的车门,我一直见到 就是这里面 按着灯了 气候 这是车门就不泄 加快速吉林 儿子,我会做好事我们在这些情况下的事情是过来 觉得可以吗,像这个炎了我 那麽视频一开始我们就找到了四位主人公 就是单人之群的主人公卡在一辆吉普车里面 这辆吉普车现在在海底还不知道是湖底 其中两个人不能动 后来他们的领头给了玩家的那个主人公一把NP4E2左轮手枪 这把枪在战地3我们也看到过 同时发给了主人公叫他对着窗户开墙 把他们两个能动的人救出去 然后视频就转到当天发生的一些事情 现在那么视频转到了那辆吉普车掉进河里之前的一些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手里面拿的是M16A3 好像是M16A3 枪上面装的是3.4倍镜 就是占地3的M145镜 那么非常有趣的是 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他的枪的45度那面 还有这把枪的Iron Sight 就是枪上面固定的铁的瞄准器 现在这把枪里没有子弹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HUD 就是屏幕上显示士兵状况的一些信息都比较简易 小的地图和战地3的小地图没有什么两样 我可以说这个主人公装枪的那个装子弹的动画和战地3 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 那么现在主人公在偷偷摸摸的一个人 好像要找到和他队友聚集的一个地方 然后当这个主人公和他其他两位队员 会面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队员手里也拿的是M16A3 那他上面装的好像是ACOG四背景 然后他们现在在讨论这个队的第四个队员 一个人叫Irish 我想是那个黑人 在哪里 他们四个人好像都要到一个聚集点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主人公在掩护他们的同伴 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枪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M1453.4背景开进的样子 有一点有趣的是 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打的敌人是苏联人 而不是我们当时猜想的是中国人 不过这个游戏可能有第三个军队 这一点我们还不能确认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队就是美国打苏联 这一点是肯定了 还有一点有趣就是 当主人公丢出手雷的时候 然后苏联那个冰架手雷的那个声音和战地三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所叫的Guanada 和战地三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声音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主人公把枪往左边窃了 偏斜了45度 可以用他枪上面自带的铁镜 还有一点有趣就是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房子的摧毁碎片和摧毁度比战地三大得多 这可能是一个新的画像引擎产生的效果 这一点我待会还会说的 再次我就说一下 战地三用的画像引擎是Frostby 2 那么战地四呢 将要采用Frostby 3 就是引擎升级了 可能碎片多 是Frostby 3的一个特殊效果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车辆 都和战地三的车辆是一模一样 就是固定的地图上零零碎碎的碎片车辆 他们的模型和战地三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再把这个Irish这位主人公 就上窗台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他手里面拿的是M249 Saw 这是一把战地三也有了一把轻机枪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四个主人公现在的任务 是要到一个厂家去会合 他们走出生命之后呢 他们到了一个很广阔的荒地 前面有四五个厂房 天下有很多杂鸟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战地四引擎 有多么漂亮 你可以看他的枪上面的反光 外面的图画 可以看到不像战地三有一个蓝色的阴影 战地四好像这蓝色的阴影没有了 英文所说的就是Bluish Hue 或者Bluish Tint 那么这里最漂亮的效果就是水的反光效果 是非常漂亮的 你可以看到水会反光出人的脚印 或者人的身体 也可以反光出天上的云 这一点我想他做得非常好 再往前跑一点呢 就可以发现四位主人公被苏军的一个运输大队 再结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手里面拿出一个新的武器 看上去像战地三的870散弹枪 就是870 MCS 但是 还有一种可能是这把枪叫Cerbru Super Shorty 是一把威型的散弹枪 不是870 MCS 是Cerbru Super Shorty 那就是41厘米长的威型散弹枪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主人公就是Irish 他的枪架可以架起来 因为他用的是M249 Saw 他现在架起来在压制敌人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苏军的VDV Buggy 就是运输之主车 站地三也有这辆车 在无线电上我们可以听到一位女性的飞行员 他叫Firebird 是一架直升机 在问这些队员你们现在在哪里 要去和他们会合 那么接下来是很短的一场枪战 我这里不会多说 但我要求大家注意的就是压制效果 在这个枪架里我们会看到 当主人公被苏军压制的时候 这压制效果好像不是非常大 敌人的子弹飞过来 好像他的屏幕没有像战地三那么样的变弧 被打中有血迹 但是这个屏幕弧的时间不长 也是是一秒钟弧了 后面就好了 在这里主人公也拿出一个新武器 就是一个榴弹发射器 就不是BF3里面的M320 这是一个完全是新的武器 这个武器叫Milcore MGL 是一个40毫米的左轮榴弹发射器 敌人被榴弹发射器击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被破坏性的效果比战地三要大 这也可能是Frosby 3带来的效果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架直升机 这架直升机是战地三里面的UHEY Super Huey 是一架运输直升机 这就是战地三比如说打Rush的那一架灰色的运输机 在这里当主人公点Q键的时候 好像敌人的头上也会有被Spotted的效果 就是敌人的头上就会出来红色的三角形 好像主人公一点他们都出来了 最后我在这个场景的结语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烟的效果比战地三更明显 还有人的影子 比战地三也更明显 我想这些都是画面改动 我感觉这里枪战的声音和战地三的枪声也有点不同 当然装子弹的声音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 但是在机枪交火的声音 感觉这个声音更清脆了 不像战地三有些枪声比较死板 感觉这里在和苏军的运输大队交火的时候 这个枪声非常清脆也非常逼真 不知道这只是我感觉这样 还是大家都认为这个枪声比较清脆了 快点 保持冷革,保持冷革,找方法找方法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四位主人公都在会合点,就是厂房那里 在上电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被苏军的一架武装直升机MI-28 Havik 袭击了 这架飞机在战地3也有 那么在被这架武装直升机压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压制效果更明显了 屏幕更糊了,而且屏幕的血迹也更明显了 我们接下来四位主人公在跑一个走廊 我们可以发现,在被直升机压制的时候,走廊和碎片非常非常的多 这我想看到这里我们都可以肯定,这是一个Frostfly 3引擎的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但我不知道这个效果对我们的显卡会带来有多少压力 这一点我们只有等游戏出来的时候才可以知道 我们接下来到屋顶上,我们看到整架UHEY运输直升机 但是在能成功接这些主人公之前呢,这张房子被MI-28速进的武装直升机给打塌了 后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架美军的运输直升机也被击落了 啊 我会让你带走 是有什么意思 在把技能够进去 我们再次找出来 就是这样吧 我们再次用这个局标itudes 我去找你 接下来玩家玩的主人公被压在废墟下面 他的朋友Irish就是那个黑人把他救出来之后发现另外一个队员卡在直升机的废墟那里 直升机里面没有存活者但这个队员的脚卡在废墟里面同时这里来了一辆吉普车 后来被Irish劫持了把那个队员卡在房子那个队员的腿砍掉之后呢 把他运到了吉普车上面 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影片开头的那一段 就吉普车怎么卡在海底的那个镜头 在吉普车开走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火焰有多么鲜艳 在战地3的火焰没有像这个视频里面那么鲜艳 就可能战地4的游戏的颜色调整也比战地3好 这种粉朵的鲜鱼就在冰淇淋着我来 做它 剪它现在 我们要走 是他死了吗 他不是死了 他只是滚了 你个人的战争 你应该知道这儿 这儿是个三个队员的 来来来 下来 下来 来来 走 chopper's coming back around let's go hey this Aspergiani's all right huh come on you're gonna be okay you're gonna be okay we're gonna get you out you're gonna be okay you're gonna be okay wait he's the boss man you're damn right's gonna be okay let's go wrecker take the wheel anybody step on it Wrecker let's go fortress this is tombstone our evac is gone here's another way out can you copy fortress is tracking you secondary extraction in round follow the war three click 那么接下来这辆骑骨车开上了 沿海还不知道是沿湖的一条高速公路上面 那么在这条高速公路上面呢 被一架原来的MI-28 他被武装直升机偷袭了 那么下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片段 就是主人公用了M320榴弹发射器 13发榴弹发射器 对着武装直升机的驾驶舱开了一炮 把这架武装直升机轰下天了 但是因为主人公是一位驾驶员 这样车子没有人驾驶 这样车子就坠到海里面 还是在湖里面了 那么在掉进湖里面之后呢 我们可以听到 背景有人说 这个小队叫Tunstone 已经收集到了情报 而且在中国的特务也证明了 苏军站在一位名字叫Avatar 敌人的后面 在最后的10秒钟内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 我简单的说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 刚才已经看到的小队被武装直压制那个情景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 一艘小的巡逻船接近航母的样子 注意这个风浪还有这个海浪有多么鲜艳也有多么逼真 那么最后这视频结语就是一位女兵说 你会支援我对不对 就是You'll back me up right 这位女兵可能也是单人游戏的一位主人公 那么到此视频就结束了 好感谢大家观看小A对第一个战地4视频的解剖 这个视频上已经说了 这个游戏今年将在秋天出来 不知道是9月份还是像战地3一样的10月份出来 反正小A也会和大家一起玩的 我的视频也会跟随大家一起进战地4 那么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我 我在此就告辞了 请大家保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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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